Mingo能够帮助企业将优秀的创意更快实现成可以进入市场的高质量软件产品。 某日的早晨,位于旧金山的产品负责人有一个很好的想法要介绍给他的团队,于是他将这一想法以卡片的形式记录到Mingo中,并和业务分析师一同将之细化。 在这一环节,Mingo的卡数功能可以清晰地呈现层级关系。 利用卡数,他们将初始的想法分解成五张子卡。 当这五张子卡定义完成后,他们可以开始排优先级。 在优先级的排序过程中,他们用到了Mingo的卡墙。 Mingo的卡墙真实在线了生活中的物理卡墙。 结合Mingo的排序功能,用户通过简单的拖拽完成优先级的调整。 排序后的卡墙让团队对下一步工作一目了然。 当旧金山的开发人员申请开始新的工作时, 业务分析师则可以将当前最高优先级的卡交给开发团队。 Mingo的自适应特性可以支持您所选择的任何一种软件开发流程。 当旧金山的工作接近尾声,开发人员提交了代码。 此时他们意识到需要北京团队的帮助,于是Mingo在此发挥作用。 Mingo使用卡片帮助团队交接工作。 在我们的例子里,Mingo与版本控制工具集成, 团队成员可以及时追踪与当前工作卡相关的代码信息。 旧金山的开发人员可以在卡片中添加评论。 评论会通过Mingo传达给北京团队。 Mingo的Mingo功能可以帮助团队协同工作并共享项目信息。 团队成员之间通过Mingo传达的信息会被集中记录在Mingo的Mamas页面中。 从Mamas页面,您可以快速跳转回相关卡片。 我们看,通过Mingo来自旧金山团队的工作卡片已经顺利地将工作交接给了北京团队。 现在在北京,他们发现原来的卡片工作量过大,且有一部分不是必须的。 他们决定将工作分解成两个部分。 Mingo的卡片编辑页面提供了保存再添加功能。 此时,北京的开发人员可以更新工作卡的标题,通过保存再添加将剔除的部分记录到新的卡片中。 此时,他们可以使用Mama告诉旧金山团队这一变化。 在开发完成后,Mingo会通知测试人员开始测试。 在Mingo卡墙中,您可以引用每一列代表您工作流的一个环节。 用户通过简单的拖拽更新卡片状态,这样团队中的成员对项目当前的进展就可以一目了然。 现在,通过测试的工作卡,被Mingo重新带回旧金山的开发团队进入验收阶段。 我们看,在旧金山,Mingo通过卡墙告诉团队所有的开发工作已经完成。 业务分析师验收通过后,Mingo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产品负责人。 我们这一期的设想已经被完全实现了。 项目的其他相关负责人可以通过Mingo的报表功能跟踪项目动态。 开发团队在卡墙上的每一次拖拽都能实时更新报表。 Mingo提供多种类型报表。 这些报表支持自定义,可以适应不同组织的不同需要。 这就是Mingo,它拥有强大的协同工作管理能力, 能够通过自适应完美契合您的工作流程, 与您一同将优秀的创意更快实现成高质量的市场产品。 如需更多信息,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3double.flutworksstudios.com